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蜜猴 最近被人發現說 將這個遊客隨意丟棄的塑膠袋 往嘴巴裡頭塞 而這樣的畫面 讓很多人看了非常的不捨 生態觀察家也提醒 塔塔加常常有很多的野生動物出沒 像是山羌會出來觅食 遊客千萬不要亂餵食 或是接近 以免破壞野生動物的生態 蜜猴拿起塑膠袋一口塞進嘴裡 咬了好幾口後 再拿起另一旁的小塑膠袋 往嘴裡塞 還有更誇張的是吃起塑膠袋子 看到有幾隻蜜猴 在那邊吃塑膠袋 那個他好像感覺非常飢餓 一直在觅食塑膠袋 我覺得這樣對蜜猴 是非常不健康的 攝影師拍下畫面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園區 遊客增加卻出現許多垃圾 導致台灣蜜猴捡起 遊客隨手丟棄的塑膠袋 當成食物 而塔塔加自然生態豐富 除了蜜猴外 也常有野生動物 出來覓食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